各位弟兄姊妹,今天的福音我们都很熟悉 有关辣味,有很多的圣经学者都说 辣味应该都是马头,应该是同一个人 耶稣召叫瑞利,召叫瑞利去跟他们一起 并且宣告我不是来召异人的,我是来召罪人 但是这个故事里面不单止这么简单 如果他纯粹是召叫罪人 我想不会这么冲击到这些法利在人 冲击到他们是耶稣跟他们同畅共识 跟他们一起吃喝 中国人跟犹太人都有一些相似 中国人能够跟卓共饮 一个表示了一家人或者很亲密的关系 当然可以讲生意坐在一起 或者可能甚至仇人坐在一起 开大会都可以 但是当然我们知道耶稣不是这样去跟这些人坐在一起 耶稣是跟他们打成一片 在犹太人里面他们不轻易会请一个外人 是同一张桌吃东西的 犹太人里面跟你一张桌吃东西 就等同于这个标记 就等同于会支持你 会跟你一起承担 会愿意跟你一起去承受 基本上当你真的有余骨肉 有余是同一个家族的一家人 这个可以让他们看到 这不是这么简单 不是离远地就是说 我来去治愈你 你站远些 我来去讲道理给你 我等你转变了来 而是当他们仍然是罪人的时候 他和他坐在一起 他和他坐在一起 这个坐在一起是很亲切的一件事 在别处在两个其他的地方 耶稣都有这样说 他说谁会应许的 他说我和父会进来住在你里面 住在你 他说将他的形扎在你里面 与你同食 另外一个就是在《默示录》 第三章 耶稣说我敲门 谁愿意开门的 我就进来 跟你同一张桌 跟你一起吃 这个是一个很亲切 很亲密 很深深地 将他自己等同了 在我们的位置 一个的许乐 一个的offer 一个的施语给我们 我们今天很感谢主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了 天主首先去打破我们之间的红沟 去进占 愿意进占入去我内心 不是干净那里的 罪人碎利 我的罪恶之身之处 当然耶稣要等到我们开这个门 但是我们一开这个门 他愿意进入来 我们就有希望 就有希望 去改 但是至少最重要的那一步 他已经站在这 耶稣 offer这个 末世 所谓是这个 慈悲的时间 慈悲的时间 今天是慈悲的时间 在这一刻 我们意识到 啊 你说的喜乐 这个是慈悲的时间 让我们捉紧他 让我们不要说 我安装 我不堪 不要侮辱了他的慈悲 是我安装我不堪 我感谢你 我邀请你 我接纳你 我多谢你 求你拥抱我 不要走 因为我没了你 我不行 我们今天也要求主耶稣 有这个慈悲的怜悶之心 去教导我们 教导我们 能够跨越 能够跨越这个 对人的 对罪人的 对于我们不同的人的 那份审判 那份避忌 我们不可能 当然 和所有 反对我们 反对的信仰 甚至辱骂 我们的主的人 有缘无事 去跟他们交谈 有时 不可能 因为我们 都要小心 不要因为他们的 说话和行为 而令到我们 愤怒 令到我们 审判 令到我们跌倒 但是我们也不可以 将他们 赶出 天主祝福的可能 我们要为他们祈祷 我们要为他们 为他们 我们要和耶稣一齐 和耶稣一齐 和耶稣一齐渴望 等待对方的好奇 等待对方的开放 而不要害怕地去进入 我们要求主 搞到我 你的慈悲怜悯 不可以藏起 搞到我 成为 你慈悲怜悯的延续 愿这个 四床期 是我救灵的 救我自己的灵魂 对你的开放 和渴求 救别人的灵魂 与你合作 不要浪费了 今天 是不是